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是一家老字号餐馆的老板 买菜完全不是他份内的事 不过为了今晚的聚餐 每一年的这一天 他一定亲自出马 老板 我要包菜 还有荷兰豆 别的吗 对菜的质量 他很坚持 这完全是受个性影响 因为小时候跟妈妈上巴沙 妈妈也是这样 一丝不苟 我们就很早来 因为要一杯薄饼要买得多 那么就差不多是 七点半就上巴沙了了 就来巴沙 那么就来办摊了 那么他上巴沙 他是一个很端端的人 他即使上巴沙 他也是弄得漂亮漂亮 穿得很整齐 是穿鞋子的 他不穿拖鞋就没有穿拖鞋的 他也不会跟人家讲价钱什么都没有 就是买了 他就拿了 他就翻 翻了 他就买到一大栏了 然后 虽然已经不住在东方路 但是佩娇还是喜欢回到这里 二十多年来没有改变过 因为这里有妈妈和她熟悉的人和事 妈妈不在了 佩娇把一年一度做薄饼的差事承担了下来 对佩娇和家人来说 今天是个特别的大日子 不管大家有多忙 都一定会出席今晚的聚会 1月1号是我妈妈的生日 那么每逢她生日的时候 我们就是一杯薄饼来请客 因为她在过去 她在中国的时候呢 那么她是来自一个比较大的家庭 那么遇到有什么喜庆的话 她们都会一杯薄饼 妈妈也是能够好像回想到 她过去她们的那个生活 在中国生活能够回味回味 三十年代 孙妈妈和孙爸爸从中国南来 把这道约含着浓郁家乡情感的 厦门薄饼也给带来了 她不只成了孙家的家传菜 也是一道联络感情的菜肴 她煮的东西她也会给邻居 她会拿去好像煮了一盘面 拿这一盘面去隔壁的邻居 隔壁的邻居吃 她会这样的 她也是一个相当感慨的人 她买的料都不错的 比如说我们做薄饼 我们也是放荷兰豆 蒜 这些东西有很多人 他们都不放 煮那些包菜 她也要选那些好的 什么东西 她是选那些质地比较好的 哎呀 我切红萝卜 厦门薄饼用料多 做起来费时费振 这个叫什么菜 像菜吗 我们叫菜 菜是不是 以前妈妈整天就是用这种菜 来包薄饼 每回做薄饼 总会思念母亲 也折服于她对制作薄饼的严谨 以及对品质的坚持 母亲要求高 所以每一次制作薄饼 总得花上三天的功夫 第一天我们一般上我们都会做切的 切的很多东西 因为我们一做起来做好多 因为很多人要吃嘛 就要切 切了第二天呢 我们就要做一些 好像就要去炒 炒来后就要去煮 煮来后我们这煮 这要焖很久的这个薄饼 要焖很久 再最后的那一天 我们要一杯鱼 要一杯虾 一杯辣椒 蒜头 这些东西都很多功德 到最后一天 一杯了以后还要整理一些 加你 把安排好好啊 客人要来 说什么我没有你 我要跟着你 还有一首是 如果没有你 日子怎么过 到她的村民起来的 边坐边聊 话题总离不开母亲 想着手上做的是妈妈最爱薄饼 越是觉得跟妈妈亲近 无云上云月遭人来 宛阳风阳 那样八颗毛罗裙 红尽你 买人间 我们风车跑饼 我们都会知道 我们会想到妈妈 怀念她的人耻 她的笑容 她的那种脾气 完全没有脾气的 完全没有脾气的 就是因为没有脾气 所以我们也不会怕她的 一个很 不能跟人家计较 也不能跟你谈输赢 她即使是输咬她也无所谓 她说不要紧的没关系 让人家拿去好了 妈妈她是很疼爱我们 疼爱我们也帮助我们 她是一个慈爱的妈妈 那么虽然我的爸爸 也是有 有时候要花心 但是他以为这些孩子 他离不开 离不掉这些孩子 所以他也是 把这个胶维持下来 连续妈妈的烹煮习惯 让一家人回味妈妈的好手艺 是怀念母亲最直接的方式之一 佩娇虽然跟妈妈当年一样 忙完后总忍不了一阵疲累 但是看到一家人又能聚在一起 这么多年来 她总是劳苦地烹煮这道家传菜 好 好 来来来来 宝饼来来 哇 佩娇从小看妈妈做宝饼 自己也掌握了做宝饼的功夫 她也和妈妈一样 非常爱吃这道家乡美食 妈妈对佩娇的影响也很大 就连她现在做宝饼时的专注和认真 也跟妈妈当年一模一样 姐姐也从佩娇的身上 看到妈妈的影子 她说佩娇跟妈妈一样 坚持年年做宝饼 就连味道也得到妈妈的真传 一传她她就做宝饼 如果没有她再一直做虾切 我们也是没有什么人能够当得起 她比较能干 她就做 那大家有时候去去他们给他们吃了 小时候也尝到外婆家 特交的儿子志豪认为 外婆和妈妈都是能干的女人 不过呢外婆善于持家 妈妈却有生意头脑 妈妈跟外婆最大的不同 就是性格方面 妈妈可能就比较 就是说她做东西要有次序 东西要有规矩 看到人要叫人 就是节日要大家在一起 就是妈妈的性格 她外婆就是怕也 不会想说要做生意啊 要赚钱啊什么 她不会去想这些东西 配交对家的爱 就像对自己的事业一样执着 位于大世界里头的永春园 是配交学做生意的起点 配交的家温和乐如 在1929年创立永春园 之后在50年代 这里成为社会名流艳客的场所 许多排场最大的喜事 都是在这里举行 永春园呢 它当时那种形象是旧的 它的地上是那种木板的 那么就是算是比较简单的 但是好大 整间永春园就可以摆100多喜 特别是在大世界 当时有时候有一些展览会的时候 哇真的是非常非常满 每个地方都是满的 不管哪一个厅 第一厅第二厅跟花园 都很多人 许些会偷 然而跨入70年代 外来业者积极抢摊 对本地业者造成威胁 加上大世界面对停业的命运 导致何老先生无心恋战 酒楼的生意因此开始走下锅 我业父他年纪也大了嘛 他也就是得过解过这样子做嘛 那么在外在你要竞争也很难 因为怎么样子呢 你想要再重修啊 或者怎么样子 转冷气这些 都是要一笔钱 而且呢是又认为 心里又散散下下 认为说 你大世界少市 少市机构都说 要拆了拆了 那么你又何必再去做这些呢 所以呢 他就 就是天国过一天了 不过生意上是说 还可以支持而已 并不是说什么 特别好的生意 当时如果收的话 我认为说 也是有点可惜 所以我就很决心的说 应该要拿回来试看看 之后那些员工们大家都说 肯留下来 肯跟我们合作 我很高兴 我就说好啊 大家去留下来 那么那些供应商 他也说好啊 我们继续做你的生意 那么之后 我们就渐渐的 就以最简单的那个形式 而且也是很少的资本 那么就来把这个永春园 发展起来 永春园的发展 跟几个因素有关 其中一项就是 由传统结合商业 把厦门薄饼这道家传菜 引进酒楼来 在1月1号的时候 那么我们预备包饼 那么我就拿一些到店里来 那么给大家品尝 那么之后我的经理菜种 他吃了以后 他就感觉到这么好吃 他们说 为什么不要把这个包饼 也来到店里来 做一道菜肴 我说厨房不行了 太麻烦 这个工太多了 不过 在公司同仁的鼓励下 配焦还是被说动了 讨论出更简化的制作过程 配焦决定试卖一个月 而良好的反应 让他有继续下去的信心 很多人都喜欢 就赞美说这个包饼很好吃 就说我们吃到你的包饼 我们就会想到过去 以前有些大家庭 他们也是有一杯包饼 拿着有煮包饼 然后这个味道 已经很难找到了 这是我们有成员 传统包饼 大家试一下 其实配焦不只希望把这道菜发扬更大 遇到挫折时 她也总会想起这道菜 1997年 配焦的婚姻出现问题 当时她一度想走出永春园 靠售卖薄饼独立生活 不过现实的艰巨 让她没有这么做 你要刚刚开始做一个包饼的生意 你也不可以说 就是这样简简单单 我要也是要做得差不多 那么一切要重新开始 重新开始 那么也是要拿一笔资本出来 那同样的 我如果倒不如不加新车部收到 那么毕竟九楼的生意是比较大 但是她的冒险也比较大 那可是我已经有尝试过了 不如说同事大家都相熟了 大家都相处 也知道九楼的经营生意的那个情形 倒不如就试试看看 在九楼里边经营看看 试看看 每回经过这儿 她总会放慢脚步 1978年从加温手中接过生意 佩焦想在这里把永春园再做起来 找到那个东方寺院的楼上 东方寺院楼上 我们只可以拿二楼三楼 楼下又不是我们的 所以完全是没有门面的 完全是没有门面 那我们就在那边 如果是要经营生意 所以说真的也不是这么简单 又小小间而已 所以我们在那边当然 第一就是只凭可以凭说过去 在五十年代永春园的光灰室 刚开始生意不好 因为客户不知道 酒楼搬到哪儿去了 那个时候 工作虽然很卖力 经常废且忘食 不过却做得心灰意冷 常常我就感觉到说 哎呀 好像说吃力不讨好 就感觉每天都在开本 真的是不大值得 不过还是好好地经营 既然已经是说要做了 不管怎么样子 还是要有一个决心 有一个毅力 继续做下去 怎么收获吧 生性达官的佩焦 不但没有像困难低佛 反而不断地改良菜谣 想方设法 让客户回流 在一个机缘巧合下 他和师傅研究出一道新菜色 为永春园带来了新的生机 就一位丈夫就很喜欢吃鸡 那么太太就很喜欢吃虾 那么又要吃鸡要吃虾 我们说不然就一样一道 那么后来我们就 他们回来以后 我们就在想啦 鸡虾 鸡虾可以混在一起煮嘛 好像再一杯一道菜咬 那么就后来我们的师傅就想咯 那打不如把那个鸡呢 去掉它的那些骨 那么中间的那些肉切掉 胸肉那边跟它切掉一些 铺一些下去 鸡虾不是可以 不是可以完成他们的美意吗 因为它是一道新菜嘛 很多人吃过了就是口碑嘛 就到外面说 啊 永春园搬了啦 搬到东方四叶那儿去 大家就会到我们店里来 品尝这一道菜 金龙百花鸡 对保住这盘家族生意 起着积极的贡献 推出这道菜之后 永春园找回曾经失去的口碑 生意也渐渐的恢复稳定 就像店内的菜肴一样 永春园的历史 也不断地写出新页 2004年 辗转到了现在 牛车水科罗斯街上段 永春园算是找到了 稳定的落脚鱼 回首来时路 佩娇说 多靠儿女和朋友的支持 她才能够撑倒今天 一个女人要做生意 其实有时候 有些人会感觉到没有信心 会讲说 这个女人要来做 经营这样的生意 要厨房 要揉面 真的可能是 人力不懂 会不会做得到 不过 看着生意这几年的发展 不论是员工或者是供应商 都对佩娇建立起信心 并给予很好的配合 目前永春园 虽然主要还是由佩娇打理 不过这盘生意 已经传到第三代 儿子志豪 虽然有自己的事业 不过她也积极参与 酒楼的一般行政工作 会将来铺路 我觉得妈妈在这个生意 帮演的角色很重要 在90年末 我们的生意其实是不谈 不太好 妈妈继承了这个生意之后 她把生意做起来了 好像薄饼这个家传菜 假设没有妈妈 来去把她每年1月1号 就是大家聚在一起吃薄饼 跟就是把薄饼带来的永春园 跟大家分享的话 像这个家传菜也传不下去了 所以我是希望说能够 就是我们家里人 也可以继续在一起 常常吃这道菜 能够 这道菜能够 就是世世代代的流传下去 对永春也能够有今天 我也是感觉的幸福 那么我希望我的儿子 也能够帮 也能够起来继续 虽然他自己本身 有自己的生意 那么听他的语气 可能他应该说 妈妈你做过来的生意 我还是会帮你的 不管是大到一盘家族生意 还是小如一道家传菜 配交都用同等分量的心思 去栽培和经营 只有这样坚持不懈 这份浓浓的亲情 才能够时刻保温 然后代代相传 然后代代相传 不断 dre充 夜龙 心里 好 他应该说 除了 别人